有一些人呢 有一些人他是不是剛剛有去示範彩虹派 對 他還沒有算到的舉手 我 他有想要再算的手繼續舉著 好 那我等一會為大家留下來好不好 然後我讓大家解惑一下對不對 哇 那大家有沒有去拍照 有 他有認識國智嗎 有 有沒有認識國智 我要考考大家 來 這是什麼 我的老爹 我的什麼 老爹 我的什麼 老爹 對 每個人都念是我的什麼 老爹 對 下一句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喔 怎麼那麼正 怎麼那麼正 對 怎麼那麼正 其實也不是我願意 好 然後呢 這什麼 長得那麼好看 長得那麼麻煩 對 長得那麼好看就是這麼麻煩 好 那 我覺得 現在他是一個顏值經濟的一個社會 大家怎麼認同 認同 因為唯獨你好看 才會被看好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好 那我來問問大家 其實呢 剛剛我在採紅牌這邊 那無非大家來問的啊 他可能就會有問 什麼愛情啊 然後有人要問健康啊 那有些人要問 事業 有些人問事業 那有些人呢 就會覺得說 欸我也不知道要問什麼 那我就來抽抽牌 看我最近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我來問問大家 健康 美麗 財富 跟幸福 大家覺得哪一個比較重要 健康 真的 要自己 摸著自己的良心講 什麼最重要 健康 健康 是不是最重要對不對 對 但是有時候我們都會 齁 以比較年輕的 他們會覺得什麼 精潔 精潔 不是 他會覺得美麗最重要 對 美麗最重要 但是美麗的沒有了健康 就等同 微笑 沒笑 那等一下就要常常保持微笑 其實呢 今天喔 真的很開心 大家來這個嘉寧 就是來這個嘉寧華會 我覺得呢 不只可以認識新朋友 也可以充實自己的一個 內心 那我們都來自不同的一個 工作領域 是不是這樣子 對 那每個人呢 在自己的工作領域上面呢 一定會有遇到一些自己 順心或者是不順心的事 那為什麼坊間呢 什麼塔羅牌啦 然後算命的啦 會這麼 紫薇斗數 會這麼的盛行 因為大家都想要去了解看看 現在的我 到底是怎麼樣 那其實回歸回來 現在的你 就只有你自己 最清楚 大家認不認同 對 認同對不對 好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在群體當中 我們都還是需要一位老師 因為有時候 你自己在那邊想 一直在想 其實都會鑽到死無桶裡面 沒有辦法去走出來 那或者是老師的一句話 他可以讓你 就是思緒突然通了 或者是一張彩虹牌 他就可以讓你覺得說 嗯 好像換一條路走 就會不一樣 那呢 在我們這間教室裡面呢 你不要看看後面的這些老師 大家都是握五長龍喔 你要的美麗也有 就是我們的翠麗節 那呢 還有一個那個 我們說道行更高深嗎 我們還有一個我們的秘君老師 秘君老師 他在星座課程方面呢 我剛剛還在跟一個夥伴聊 我說星座 從小孩子到阿嬤 你都可以聊 而且他不分哪一個年代 都可以聊 那我們在11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一系列的星座 星座課程 我們就歡迎大家一起來 那剛剛在問彩虹牌當中呢 也有一些去聊到一些健康的問題 健康我就會跟大家說 每年的一個健康檢查是必要的 但是呢 學習健康知識也是首要的 因為家裡一定有一個人來學習營養 因為唯獨你可以照顧自己 才有辦法去照顧別人 那等一下呢 如果還有人呢 彩虹牌 你們的蓋章 剛剛比較晚來的蓋章 還沒有蓋到彩虹牌那個章的 等一下課程結束的時候呢 也可以就是到我們的小教室 我會留下來繼續為大家服務 那現在我就把接下來的時間 就交給我們的 我們的主持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